太好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 是啊 演到一半的时候 给你们姐俩一个艰巨的任务 怎么样 敢不敢去 什么任务 明天一早 你们俩想办法混进日军的守卫重镇 时装镇去 把咱们的传单放到镇上每一个角落 尤其是茶馆 戏园子 学校 这些公共场合 要紧的是 你们俩可千万别撞到鬼子的枪口上去 那可都是些杀人的魔王 连婴儿都能挑在刺刀场当玩意儿刷 你们俩可得给我好好的回来 听见没有 我先好了 我也快好了 咱们换着看吧 睡觉吧 你说那些当兵的他们的遗书都是这么写的吗 我想应该是吧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娘 娘肯定不喜欢咱们去干这些杀头掉脑袋的事 别瞎想 哪有那么严重啊 就算真的会牺牲也是值得的 你想在这样一个困难深重的时刻 我们怎么能安安静静待在家里呢 娘的愿望短浅的恨 就是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平平安安的 我们怎么能跟她一样想法 好像是娘 快睡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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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点 站住 检查 干什么 还要检查 要不要脱衣服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怎么让你查 姐早知道出来要检查 就不该答应娘 到教教家送手糕的 就是啊 这里边装了什么 什么 这位大哥是想尝尝我娘做的瘦糕 我娘做的枣糕又香又甜 三里路之外就能闻着味 要不要送你一块尝尝 拿着吧 这小妞儿 这儿 我那儿走 这儿 站这里 你们这两个乡下丫头真是贼大胆 让那鬼子碰了面 不把你们拖金雕把玩个够才怪 我们两个是鲤鱼精变的 滑溜着呢 鬼子他空手抓不住我们 走吧 千帆哥 你不知道那个黑狗子他有多傻 好像我手上拿的不是枣泥糕 是滋滋冒烟的炸药 他那张脸一会红一会白 连手上的枪都拿不住了 我说你天生是一个革命家的料子 什么事都没学过 但是又能把什么事情做到天衣无缝 这次超额完成任务 我真没想到 你们俩能把传单塞到伟镇长的办公室 和日本鬼子的碉堡里 这下狗鬼子忙一阵了 千帆哥 你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 谁跟你说我是共产党 那年我爹因为买枪的事被钱少昆抓了 罪名就是他帮了共产党 Developer 是 wouldn't be Random 是不仅仅 不仅地方 是我 kaf 你혹 她不仅仅 我太不仅仅了 嘛 你这可咱 Hispanic 我太不仅艳了 好的 分心 真怕你快點長大 真的 你要我長大幹什麼呢 當個革命家呀 為這個 就沒有別的了 好 再加上一條 做我老婆吧 千萬哥 你真壞 你讓我參加突擊隊吧 你知道突擊隊是幹什麼的嗎 我不知道 你看不知道就想參加 只要你做的事我就想做 好 去 千萬哥 我今生今世都會跟著你的 你忙得很呢 難得有空這麼早回家 學校裡的課都上完了 娘 我以前是要跟你說 我 我不想上學了 不上學 那你想幹什麼 參加抗戰 你不是已經參加那個 什麼宣傳隊了嗎 我要拿槍 親手打鬼子 娘 你不是說過 真正的抗日 就要像沈團長那樣 拿起槍到戰場上 親手打鬼子嗎 打鬼子 是件好事情 應該的 娘沒法攔你 娘只是在想 你年紀還小 你得把中學念畢業了 肚子裡頭有學問 到哪兒都會受人敬重的 可是中國現在這個樣子 根本不允許我們安安靜靜地 放下一張書桌 娘知道了 娘 如果有一天 我為國捐躯了 不能再孝順您了 您會不會怪我 祈禺 娘 在娘面前 不可以說這樣的話 娘 是 是 我 千帆哥 我穿好了 你看怎么样 穿这衣服 倒像个守寡的小媳妇 不许这么说 怎么了 你知道我要嫁的是谁 我丈夫是谁 好 去吧 好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先交代一下任务 最近鬼子想出了一个新的花样 他们在东吴城里搞什么分割封锁 用竹篱笆隔出一块块清香模范区 在区里搞维持会 组织妇女慰问所胡作非为 我们两人一组分头出发 到南边莫子乔村 拆毁篱破坏他们的清香计划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走出发 千帆哥 我撑了你的累赘了 千帆哥 好 别怕 稍微自得去路程 稍微自得去路程 多知金氏眼 他们看不见了 好了 没事了 还真行 臣能住勤 好 走了 早点 疯了 爺爺 快 快 怎么办呢 有了 雪三国火烧赤壁 好 来 来 拉过去 接着 那边接着 来 快快快 着了着了 千帆哥着了 快走 快走 快 快走 齐鱼 快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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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走 以后没发现少一根竹竿 就像今天这样 咬你们其中一个人的脑袋 太过分了 日本人是畜生 如果要咬 就要咬在他的要害上 否则他就会反咬你尸口 连累那么多人 死了那么多老百姓 团长 抗日总会有牺牲 那要看值不值得 军人为什么打仗 是保家卫国 让老百姓挨军落叶 我不习惯你们所说的牺牲 团长 要是任日本人胡作非为 是不是显得我们太 不烧篱笆 没人说你是胆小鬼 烧了篱笆 也没有人说你是英雄 我请你来的目的只是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 你们现在的权力有些过大了 沈团长 我 我一向四向开明 可我绝不允许别人超越权限 去做我不同意的事情 知道了 那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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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队哥 其实沈团长的话 你也没有必要全听 不 他说的云到了 有些事情 我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 你不是说过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吗 那要看那牺牲值不值的 人无辜的老百姓 却承担烧篮巴的后果 那不值 不 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就是值 齐鱼 怎么你的革命性比我还强 这不好吗 难道你喜欢那些 优人寡断的女孩子吗 惹那些日本人干什么 明知道他们都是畜生 惹事的把腿就跑了 剩下没惹事的人遭殃 替人顶罪 娘 你这是汉奸的言论 不认识 娘不懂什么叫做汉奸 娘只知道那些庄护人死的冤枉 照你这么说 咱们就都听日本人横行霸道 让他们打了左嘴巴再打右嘴巴 讲这些道理娘讲不过你 我只问你一件事 好汉做事好汉当 娘这句话有没有错 没错 是没错 为什么那些放火烧篱笆的人 做完事就跑了 而那些没做的人 脑袋要落地呢 娘 你的想法太狭隘了 你只看到眼皮子底下死了这些人 你就常须短叹生起怜悯之心 可是您却没有看到大局 牺牲局部利益 保护大局的意义呢 消电场 立刻 我要电 要电 太警方心 我马上去办 日本人怎么突然想起要修电厂了 日本人搞清香封锁 可那条竹篱今天修起来明天又被烧 左九剑的脑火透了 下决心要弄电网 我说这事你可以抓紧办 左九剑的脾气你都看到了 他杀起人来可真是眼皮子连眨都不眨 范队长 日本人要修电网的事 你就别跟贸易男说了 你还在乎他 不是在乎 索性把他蒙在鼓里 不是更好办事吗 我去店厂 看看还有哪些东西勉强能用 哪些要赶紧派人去采购 一下子要修复起来 事件千头万续 这事依我看 你也先不要着急去做 那凡是日本人着急要干的事 总不会是什么好事吧 你说东吴城里是日本人多 还是中国人多 电厂修复起来后 得益最多的是我们自己人 再说 几日没电厂苦忙这么多年 现在眼看着 那成了一片废墟 我这心里头就 你啊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心就是太善 你为这个想为那个想 心里独独没有你自己 来 吃 独爷 你看你 你得三个儿子可从来没这么冲过 你别管我 雨昕啊 快吃吧 东吴汽车站永远是这个江南古城最热闹的地方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他也总是每一个故事的开始和结束 我现在都不可 我现在不无论 他还要不妄计 你也这么找一个女孩 你也不透露啊 我刚才不会 杜特事 你也不透露啊 我现在还要去 你也不透露啊 你也不透露啊 我今天也不会 你可能会 你不透露啊 我们会失望 就做了 你不透露啊 那我已经疲气了 我先不透露啊 你早点呼气了 你你不透露了 你也不透露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我是你娘啊 我的乖奶奶 二老爷 我是凤娇啊 凤娇 是 我回来了 是克勤不要你了吧 我不是诺诺的母亲吗 好像是抽成鸦片了 可惜呀 华容月貌和凤娇如今成了个鸦片鬼 是谁 其实我也抽不了多少 那我也管不起 我一家老小吃饭的嘴还胡不上呢 凤娇 我只好对不起你了 二老爷 你别赶我走 一日夫妻百日恩 看在过去的份上 别赶我走 走 妹妹 妹妹 别赶我走 开门 你别赶 我 пок把他拿来 灿 这 motif 大师父 心情好 给几个钱吧 和凤娇死的时候 穿的还是他那身最喜欢的粉色纱裙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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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齐老爹 我来接你了 你又在等我 小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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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你回去 不行 不行 我已经长大了 你背不过来的 没事 来 来 来 快 扶起来看看 好 小玉 起来 你看 那么多点点 脖子上也是啊 这里也是 小玉啊 是出水痘呢 这孩子 从小身子就弱 多病多灾的 没关系 水痘出齐了 就好了 小玉啊 是出水痘呢 放心 没事儿 啊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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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都花娘娘 保佑小玉平安无事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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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小玉 小玉啊 水都没出气憋住了 得弄点浑心海货 我给它催催 上哪儿弄海货呢 这鬼天气 鱼都不上钩了 薛先生 我这儿带了几条小鱼 你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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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徐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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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把这个 发在徐老爹的嘴里吗 徐老爹 徐老爹 这两颗珠子 是夜明珠 有夜明珠的人是不怕黑的 你听见了吗 薛老爹他听见了 薛老爹耳朵不好 人死之后 龙的人就不龙了 虾的人也就不虾了 真的吗 太太 小心毛栗子扎手 太太 你看 海棠都开了 好香啊 这花薛老爹送来才没几天 就开了 太太 太太 娘醒了 娘 娘 娘 可把我们吓坏了 多亏薛先生来了 给你扎了一针 来 喝点药吧 蓝香 你放一碗水 烧熬一刻就行了 这一小包药呢 我另外放着 水滚了之后再加过 记住了 记住了 娘没事了 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你们都上学去吧 娘 如果为了娘耽误了功课 娘心里头会不高兴的 去吧 去吧 走吧 走 去吧 去吧 娘 小玉啊 小玉啊 你有话对娘说吗 我要在娘的身边陪着娘 我怕娘会死了 娘怎么会死呢 可娘睡着一动不动 娘是在睡觉啊 薛老爹也是睡着睡着就死了 薛老爹老了 娘还没有老呢 娘要把小玉养大 我怕看着小玉嫁人做新娘子 防小玉带小宝宝 不 我不嫁人 不嫁人 我 我要是嫁人 谁来陪娘啊 娘 给客奸娶媳妇啊 可客奸媳妇不会对娘好的 如果她对娘不好 娘 就把她给赶出去 把小玉留在家里 好吗 你先来 穩团长 真不好意思 还老你来看我 刚刚碰到薛母子 그것想지는 才知道你病了 来的路上从老乡的家里买了这只鸡 炖汤补一补 我家里养着鸡呢 我知道你有鸡 也知道你舍不得杀了吃 这样吧 你既然已经买了 我就收下了 交给兰湘去处理吧 兰湘 我来吧 我来吧 拿刀来 好 别 日本人我敢杀 杀个鸡算什么 你别看了 进屋躺着吧 你怕我害怕 我连你的伤兵都敢照顾 还不敢看杀鸡 行了 底下是你的活了 好 想不到沈团长居然还有这一手 这样吧 今天就在我家里吃饭 不 我马上得走 沈团长 我一定要走 团里头还有事 我来 我自己来吧 你从前可不是这样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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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填好 还有你 给我来一张 给我来一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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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当兵啊 是啊 都来了 报告团长 叫什么 今天上午 报名参军人数 一共是一十八名 照这样来算 无需几天 一个连的事情就能召完了 行事的确很好 看来王千帆的宣传工作 做得卓有成效 主要是团长治军严谜 又敢跟日本人打硬仗 早有美名流传在外 你也学会了说好话了 冷书不敢 忙你的去吧 等一下 安家费药如数 发到每个残决者家属的手上 盘长放心 天帆哥 你为什么不收我 为什么不收我 你才多大一点 天帆哥 这表上写 姓名 有没有 你不需要 神团长 你们为什么不让女人参军 哎呀 这个问题 让我怎么说呢 男的女人就比男人胆小 懦弱愚蠢啊 这话谁说的 你们 嘩! 你们现在都这么想 真厉害 敢对团长提出质问 光凭这点 我一个团的官兵都不如你 那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参军 这样吧 你去问问你娘 如果你娘同意你当兵的话 我一定收你 我娘不会答应的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总不能耽搁拐骗人家女孩子的罪名 是 你就放心吧 行行行 咱们这个部队 丛姑娘的士兵 请问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有什么话跟我说吧 是这样 我是国民党省党部所属 苏州军官教导营毕业生 奉命前来 保安医团担任参训班长 这是我的证明信 好好好 欢迎欢迎 保安医团正在扩充兵援 十分需要像你这样的军事训练人 好 我带你面见沈团长 他的跟我来 请 黄千帆的身份你们搞清楚了没有 参谋长 只知道是沈团长的同窗好友叶朝锋推荐过来的 听说姓叶的是共产党江北特委书记 我估计既然是姓叶的推荐的人 十有八九也是个 不过即便他真是新四军的人 我看我们也不好拿他怎么样 因为现在是国共合作日记 这你就不懂了 政治上的事情一来一往微妙的很 如今国内有人拖后腿 还怎么抗日 江委员长在重庆提出了一个口号 让外必先安内 这意思你懂吗 莫非 一点没错 古人有句老话 一山无二虎 如今国共合作 下面保证有好戏上台 我看干脆先把他除了算了 生了他 老在咱们面前晃来晃去 好像咱们保安团没人似的 没那么简单 王千帆是沈团长的红人 在没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前 要不要惊动了沈团长 玉兵将 刺 左刺 右刺 左刺 刺 杀 刺 杀 刺 左刺 左刺 白行 高一点 过去 描准 快 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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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姑娘 我遛马遛得好好的 你怎么骑了我的马就走啊 不就是沈团长的马吗 我骑了时时还不行啊 马也能试着骑啊 没把你摔死 算你命当 怎么了 你管干嘛 看我的笑话 你把我们的枪把子撞坏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什么破玩意儿 存心害人吗 你耽误了我们的训练 我该找你算账才是 好啊 本人信总 名思域 行不改名做不改信 随时愿意奉陪 思域 你真的是思域啊 报废名字也有假冒 思域 我是茂之城啊 茂之城 你忘了 小时候的事记不清了 那时候你并不小啊 我大哥娶你大写那天 你干嘛老缠着我 你们嫌我耽误了你们训练吗 不是你说愿意随时奉陪的吗 讨厌 女孩说讨厌 心里就是喜欢的意思 对吗 讨厌 我得到双份喜欢了 我打掌 来 肉 来 别闹了 好 每人一手 大家都有 来 过来 雨昕 过来 加一点 再加一点 好了 去吧 来 太太 你就给雨昕喝一碗吧 她是饿了 她的一份在家里 要是都这么咔油 这救救院还怎么办下去 来 老高 今天就喝粥吗 太太 有粥喝就不错了 总比他们在街上要饭抢 不能这么比 他们这些孩子 都是被战争夺去了父母的孤儿 既然进了我的救济院 我就有责任把他们抚养好 也不容易 现如今不比以前 南京政府的储备券不顶曹指用 一家有一家的难处 这家人的厨处 有人在吗 在 我找的是主事的人 范队长找我 乡下快收麦子了 皇军准备下乡收粮補充给养 要求各家客户提供子弹费 你们这救济院一共有多少人 什么 按人头算钱 怎么了 不行是不是 我说范队长 你可要搞搞清楚 我们这是救济院 这些孩子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孤儿 没找你要钱就算好的了 你倒反要到他们头上来了 茂太太 你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 非得让日本人亲自上门找你怎么着 谁上门都得讲理 往过儿头上贪派钱 简直是丧尽天良 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你们大伙都清清楚了 一伙左九尖太军来了 你们可得作证 走着瞧 我 我 茂先生 刚才的事情你都听见了吧 你可是商会会长 这救济院可是你太太一手操办的 范队长 别生气 我太太的脾气差了点 该交多少钱咱们再商量 莫英男 你可不要糊弄到我的头上 你为日本人办事常常是阳凤英维 这我心里有数 不敢不敢 这回可是左九尖太军亲自下的命令 知道知道 范队长 一点小小的意思 拿去喝酒吧 好 说来说去我也是中国人 还能体谅不到大家的难处 可是现如今咱们不都是皇军的顺民吗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先走了 你看着办吧 坐好 尹南 我可是说过了 这钱我不交 要交的话 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前县长 范太太大家光临 是哪阵风把你这个大忙人给吹来了 前县长 我问你 你身为一县的父母官 是不是要为民牟利 为民除害 为民造福 范太太怎么问这个话 这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那好 范宝坤仗势欺人 敲诈救济院的孤儿 这事你该不该管 范太太 有人竟敢敲诈到你的头上来了 不信 我不信 我不信 打死我也不信 我可以请人证明 还可以写状子告他 行 我举双手赞胜 范太太 我这有笔有纸 你现在就可以写 请 没有 子昶 我只求你告诉我一句话 真的只有一句 绝不噬 多问了怎么办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好 你问吧 你为什么对我不理不睬 我找了你好几次 因为我恨你们毛家人 这是为什么 这是你第二个问题了 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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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死 思雨 你还对我挺关心吧 这回你可以告诉我是为什么了吗 因为我大姐是死在你家的 你知道大姐死了我娘有多伤心吗 她对我们家有多重要吗 思雨 我不是个傻瓜 全东无城 再找不出比我大姐更出色的人了 思雨 谁说的 你同样出色同样可爱吗 我看比她还出色还可爱 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今年还能勉强吃上粽子 明年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年头 那忙着吧 好的 你的这些儿女们 眼看着一个个都长大了 有什么好 一个个翅膀都硬了 就要往外飞了 先是其余 不肯再读书 说是要去当兵打仗 竟跟着思雨也嘀嘀咕咕的 薛先生 你说说看 到底她还能把姻鼎子喀咕咕不成 Damai 应该是 他们的意思 乖一些 儿女们长大了 总有儿女们自己的生活 你就是再能干再操心 也不能替他们活一辈子 所以别太委屈自己了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着 总在想 瑞玉小时候的事情 就恨她 为什么走得去 不把娘一起带走 早上起来 看见启玉、思玉他们 一个个活蹦乱跳地去上学 我心里呼得一机灵 天哪 我禁食六个孩子的娘 虽然死了一个 我还有五个孩子是活着的 薛先生 你说 我怎么能倒下 我不可以倒下的 是啊 冬太太 你真是个明世里的人 难怪当初纪人凶 能走得安心 她知道 你能撑下来 还愧的是 她走得走 要不然 她今天还活着 直到瑞玉这个恶性之后 她不知会脑固成什么样子 这也难怪 像大小姐这样 人见人爱的女孩 世上能有几个 不过照我看 顶尖的东西啊 总是一舌一段的 她不得了 突然有评论 她要死 她不得了 一舌一段 她要死 她要死 不得了 她要死 她不得了 她不得了 至成蛮好的嘛 当兵当得蛮像的样子 他是冒架的人 润玉那年进冒架门的时候 也是一个活不乱跳的孩子 董太太 我总觉得这件事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那张通行证 薛先生 老师, 你不要再说了 我有我的眼睛 我相信自己看到的 是董太太 董不管, 没什么事 董伍节快到了 包几个粽子给沈团长 团长正在开会 董太太, 您先进来坐吧 请 冷副官, 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可以了 你去忙你的吧 好的, 董太太 有事, 您叫我了 好 好, 您怎么会, 您都会把刀子打开 情况就是这样 第一次我们得到的情报是绝对可靠的 眼下的事情 第一 要抢在鬼子下乡之前 把夏良收个进仓 再兼逼清延 否则不但老百姓遭难 但我们部队的吉仰也成了问题 第二 当兵的本分是打仗 要打个漂亮的不击战 关于这仗如何打法 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议题 我看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团长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说 我们最近将要打的这一仗 是一次军事行动 还是对敌宣传活动 当然是军事行动 我的枪不是摆样子 不 金某队团长从未怀疑过 金某只是在想既然是军事行动会议 怎么与军事无关的人员也来参加这个会议呢 挑明了说 我不喜欢遮遮掩掩的 他 金参谋长 你恐怕是误会了 金某对党国忠心耿耿 对团长也是忠心耿耿 保安团的基业是由团长带着兄弟们一枪一弹打下来的 如今不该由外人来摆布 让外人得了这个便宜 你说的外人是什么人 共产党 谁是共产党 我 我 我只是觉得我是在想 亏你说得出口 你想 那我想你是日本人的奸细 你疯去吗 大战临头 自己倒是险窝里斗 斗得不可开交 像话吗 好 从现在开始 谁要是再提共产党 谁就是不把我审生放眼里 是要我的好看 还有什么问题 说出来 说呀 没有了 那好 开会 老容 班长 你叫我 把这兰粽子 还给董太太 班长 你怎么知道这粽子是董太太送来的 你 伙计 你也学会吃坏了 已经送来了 就留下吧 我既然已经退出了对他的追求 我就不能再收他的东西 其实 你未必输给别人 可我不愿意三个人都痛苦 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 我的 是 他 让你 能给他 快把他送走 说话注意技巧 别让人面子上探堪 团长 还是你自己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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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千万同志 迟到了半个小时 团不开会或脱不开身 说说沈臣最近的行动 他得到情报 日军在下收之后要出城抢粮 他准备打一场伏击 沈臣打日本人倒不喊我 是 可是我恐怕待不下去了 有人对我的身份提出了怀疑 这正是我今天要传达的指示 叶朝风书记 希望你再坚持一段时间 可是 这恐怕会 目前的局势相当紧张 新四军挺进大队 已经到达江北 陈衣的部队正在接近阳中大桥 韩德勤已经调遣了和赫谦的保安二团 开往黄桥 估计 不久还要增判沈臣的保安一团 会配合陈衣部队的行动 希望你能够在保安一团里多做些工作 好 你要提出的口号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好吧 我尽力 不 你务必要做到 无论如何 不能让保安一团对新四军开枪 我保证 好 祝你成功 好 报告 进来 团长找我有事 切凡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要如实地回答我 我一定如实禀报 你是不是共产党 团长 你看看 你是我的好友叶朝锋介绍的 叶朝锋是共产党特委书记 所以我想你 好 团长 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 这只是个人信仰问题 并不妨碍我们抗日 你是个志向不凡的年轻人 能说会写 有组织能力 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也可做 团长夸奖 保安一团 之所以有今天这样蓬勃的朝气 在苏州地区有这么大的影响 自然离不开你所做的一切 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要如实告诉我 去年底蒋委员长在重庆提出 攘外必须按内的口号 想必你是知道的吧 有所耳闻 是 从我当兵不久 国共两党分分合合 不知道折腾了多少回 说心里话 我们当兵吃粮保家卫国是最要紧的事 至于那些党派之争 我实在弄不清楚 也不想去弄清楚 是谁先挑起了内战 团长 你心里不会不清楚 就说瓦南事变 蒋介石下那么大狠心 一下子干掉了新四军几千人 几千人 团长 要是和小日本一对一的干 该打多少 同胞之间 何知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 对不起 毕竟是年轻人 沉不住气 团长 我 我只是在你这儿 你的处境很危险 团长 听我讲 急早退身 从哪来回哪去 可是我不明白 这有韩德勤复兴社的耳目 还有陈立夫、陈果夫、CCC的政工人员 他们对共产党是要斩尽杀绝的 团长 你已经知道了我和齐玉的事 就是要走 也要说服了董太太 让我带齐玉一块走 政治上的事容不得儿女清长 以自己好自为之 我会小心的 团长 我还想问你一句 你为何对我如此厚爱 你不认识 只是徐私情 我不想让董太太为她的儿女们太上心了 她已经死了一个女儿 不能再死一个女婿 不是 我说是不愿意 她呢 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这个圆子 可是她说也不愿意 她也是不愿意 她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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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着把这篮子往我手里塞 这是她送给沈团长的 沈团长不肯收 怪不得我看见董太太 眼睛哭得红红的 她哭了 他们俩到底怎么了 沈团长总是躲着她 董太太心里可苦 又不好对人说 我也是干着急 有劲使不上 也不知道他们两人心里怎么想的 都是你这个没人 没当好 我嘴笨 还是你帮帮他们吧 我 是啊 董家在这儿不就是你一个朋友吗 一二一 立定 相信 我们手里的枪啊 是用来打日本人的 不是用来打自己的同胞的 辛子军跟我们一样坚决抗日 我们为什么就容不得人家呢 我打个比方 有一条狼闯到家里来了 兄弟两个是齐行合力去打狼呢 还是放着狼不管 先自相残杀 等两个人都残杀完了 再回过头来去打狼 这狼要吃你 恐怕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其实啊 我们也不想打自己人 可长官逼着我们 我们有什么办法 是啊 我们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啊 这样吧 到时候枪口 太高一寸 那不是放空枪吗 就是放空枪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去吧 你们都聚在一起干什么呢 我们说个笑话 对对对 说的什么笑话啊 我们说的是个婚笑话 长官听不得 是啊 长官听不得 长官不能听啊 长官听不得 西部 走 一 二 一 立定 好 接三 四月 喜欢看我们操练 我 我听说你想当兵啊 要不要我在沈团长面前跟你说说情 想要我给你个机会啊 这个人 你看 有人给你献阴气还不好吗 有蛇 假的 四月 我来 从我见你的第一眼睛我就爱你了 答应我 让我爱你好吗 不 我不能喜欢你 我娘她不会答应的 你是冒家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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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我今天又见到芝成了 见到芝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不想见见的 还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有什么好见的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你总觉得大姐是死在茂家的 你对茂家的人有偏见 我几时这么说过 你都挺会猜娘的心思 是你嘴上没有说 可你心里这么想 可是娘我以前也这样想过 你想想看 你再怎么想大姐也活不过来了 好好 你们都大了 都会想事情了 嘴巴呢 一个赛过一个的能说会道 娘如今是拿你们没办法 可是娘要老实的告诉你 娘对茂家这个疙瘩 不怕是一辈子也消不掉了 谁说也没用 可之前哥哥对大姐那么好 你这不是冤枉了人家吗 冤枉就冤枉吧 我女儿花一样的年纪嫁过去 不出几年就下了事 你说我这做娘的心里能好受吗 娘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我告诉你 你说我冤枉冒家也好 沒有冤枉冒架也好 娘跟冒架這個疙瘩, 算是決定了 指定的偏抖 打 一二三 一二三 船长 快走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走 走 快走 快点走 你瞧瞧你 伤哪不好 偏伤屁股伤 你以为我愿意伤在这 何准备 找中 任由声 吉祥 这一辈子 好一点吗 志诚 志诚怎么样 伤得严重吗 伤哪了 我看看 不能看 没事 我不怕死 回过来 真的不能看 手在屁股上 要打针了 齐玉 你帮我给治疗爆炸爆炸好吗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帮帮忙吗 不去 齐玉 好姐姐 好了好了 你来吧 谢谢 忍一忍 小心 齐玉 是姿雨 我找齐玉有点事 齐玉在那边 志诚 干你换药了 志诚 你怎么回事 志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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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志诚 是齐玉 我以为是思愈 你怎么回事 想把人吓死 你别生气 齐玉 我对不起 你别生气 齐玉 你就看在我受伤的屁股的份上 你别生气 什么 齐玉 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找你有点事 再见 长官 东武城里的皇军 不不 鬼子的布防情况 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 千真万确 我如果有一点点隐瞒 长官查出来 尽可以找我算账 照你这么说 你这县长当得很窝囊了 长官真是明察 在小鬼子手里做事 稍有不如意 我的脑袋瓜 是噎在裤袋上过日子的 要么不说 一说起来 我真是心酸得很 既然是这样 我就成全你 留你在我们保安团的驻地做事 不 不是我不愿意 实在是家里尚有八十老母 下游三岁小儿 我要是不回去的话 他们统统都会被处死 长官 你行行好 放我一马 我回城之后保证 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 长官 钱某随身就这一点礼品 不成敬意 把他押下去 是 走 真要离开保安团 你愿意吗 还用问吗 我当然愿意跟你走 那 你娘能舍她 我想她应该是个名大义的人 齐云 跟着我 你会吃苦的 你不怕 我就不怕 那好 做好准备 我随时通知你 好准备 金参谋长 我们可是老熟人了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你说是吗 话是不错 可我若给了你方便 我自己不就不方便了吗 金参谋长 我前某人是那种有恩不报的人 你先拿着 你的命就只这么一支表 我有情必报 我可以给你写个字句 你认识她 我岂止是认识 我如果告诉你个秘密 你会怎么感谢我